一群开心鬼在户外跳舞 一路跳进卖场里 开派对搬零食 原来这是晾饭推出的 中元节广告 搞鬼搞怪的行销手法 还不止这一家 中元节档期卖场不约而同 推出鬼行销 可以看到这里 打造了一个大型的妖怪背板 让民众在这里自拍打卡 请出小妖怪坐镇 吃鸡腿高丽菜 还有Q版的妖怪气球僵尸 直接挂在卖场架上超醒目 从今年开始的话 我们就改了一些 比较可爱的鬼怪的形象 所以就很多亲子客 然后就会涌入卖场 还有这一家也大搞CUSO 教民众怎么辨认好兄弟 像是中元节会下山的 模型啊虎姑婆 黄色小飞侠都各有喜好 比较萌 比较会有家长会吸引 会去看一下 但是最终还是看价格 甄子从电视机爬出来 重现经典画面 连锁超市在2013年 请出这鬼片大咖 一下子让甄子用跳舞来报恩 感谢中元节有共评可吃 一下子又因为吃太多身材走样 掀起热烈的讨论 一代言就是三年 然而民众纳闷 怎么今年还是不见甄子倩饮 不会再出现鬼怪 这些具体的形象了 那反而是根据各位观众的慧眼 来看看到底身边 有没有看得到或看不到的东西 想像其他业者竞相模仿 成功打造温馨鬼月的业者 今年却决定走不一样的风格 唯一样不会变的是 无论是送现金券 还是澎湃的套餐组 中原购物为保好兄弟 也要什么包 中天电视全身制作强党大戏 美好年代